一走進芭比快閃店 陳列各式生活用品 提帶及服飾等精美商品 讓芭比迷絕對不能錯過 芭比的快閃店 然後裡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體驗的 然後裡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 美國限量版的芭比 然後小朋友有那些 就是少女夢 就會有一些鏡子啊 然後漂亮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他們撞飯 紅紅色展間 毛茸茸的玩偶 市長謝國良和議員宋偉莉 都忍不住自拍留念 三二一 金融粉紅夏日艺术季正式開始 金融一會正面大樓90歲的古蹟 今年暑假化身成為粉紅市集 一直到8月18號 連續五個週末 舉辦期間限定粉紅夏日艺术季 芭比娃娃的總公司 所合作的一個快閃店 所以這是一個 喜歡芭比娃娃的朋友們 一定要來的一個活動 為期五個禮拜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很多的藝術家 來做一些粉紅的創作 假如有穿粉紅的觀光客朋友 或市民朋友過來玩的話 那就可以來抽獎 領取一些小禮物 金融市長謝國良 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親自到各展間參觀 12位藝術家註點在這裡分享他們的作品 它就是木頭跟水泥就是建造的 就是混搭的那個風格我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在裡面展就是展覽的話 就是它其實可以讓作品我覺得更有氣質 就是搭配一些木頭跟一些水泥牆 這個然後空間其實也都蠻乾淨的 像我們這個藝術家他用他的畫作來去呼應我們這次 這麼巧剛好呼應我們這次的一個藝術的一個顏色 剛剛他跟我分享其實他覺得快樂他就是這個顏色 他沒有別的而且他認為他可以融合在自然 或者是我們想像裡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畫作我覺得好感動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做的是第二杯 因為我覺得你很適合這一第二杯 因為愛自己的女人最美麗 就是一個美麗的主持人 謝謝你 鄭兵與會大樓變身成為粉紅四集 搭配飲品讓民眾隨著自己的心情製作專屬的飲品 我選愛自己的女人最美 我們在做完飲品之後 會讓客人來到這邊去裝飾他自己的飲品 因為我們就是有跟Barbie聯名 那我覺得打扮是一個女人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們希望在飲品上面 他們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飲品 就跟他們打扮自己一樣 那除了我們邀請今年全球65週年的一個Barbie 來做大型快閃電的一個活動之外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邀請12位很好的藝術家 那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城市 以及用他們的作品 來呼應我們這次一個藝術的粉紅夏天 那在這個五週的過程當中 除了你可以欣賞藝術家他們的所有作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一些市集 也有一些咖啡還有一些飲料 基隆這面大樓結合了粉紅元素 連續五個週末邀請民眾走訪基隆 感受到海岸線的人文和風情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